怎么办 那把斧头是借来的 他们其实什么都是没有的 要是一个好焦虑的时刻 对啊 糟糕这么紧急 每个人都拿着一碗野花 到底吃还是不吃的 白宝书里有白宝 让知心和夏帆哥为你开箱来挖宝 哈喽我是知心 哈喽夏帆哥 很多趣味生活短影 都会提到情绪价值 这四个字 你有看过 hashtag情绪价值的影片吗 比较没有耶 这个名字我倒是蛮少听到的 可能你很少滑手机 对对对 我很少去看看 但一般在谈到情绪 好像比较没有用价值 这两个字来表达 我也很难形容 到底为什么会把情绪 跟价值放在一起讲 但是那些影片还蛮温馨的 有一些也蛮搞笑的 温馨版的就像是 家里的监视器啊 拍到老婆端着汤 从厨房走出来 结果不小心手滑了 是 整碗汤洒在地上 那碗当然就碎了一地 还划伤老婆的脚 老公听到巨大声响 赶快就冲出来 他不是开吗 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而是赶快说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自己穿好拖鞋 走过去 把老婆抱起来 放在椅子上 叫小孩不准过来 不要动了 自己在那边收拾善后啊 很温馨 是 他就善用了一个 正面的情绪的方式解决 就很像我们在讲 智慧积分的概念 有另外一种是比较搞笑版的 是 可能某A只是做了一件小事 例如帮忙把桌上的调味料 传过来好了 电丸打不过吗 我帮你打一下 好 某B立刻就会很浮夸的 大大的感谢他 大大的肯定他 那个微小的感恩的情 放大成非常大的感谢 让对方感受得到 女生明明做了黑暗料理 很恐怖的黑暗料理 很可怕 男生就要非常夸张的 称赞他人间美味 其实这是有一点讽刺 有一点搞笑的意味 稍微夸张一点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但也不见得到恶意的程度 那仍然是表示一种 爱你的感觉 他想支持他的概念 是 他想表达他支持 女朋友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种影片 不管是温馨的 搞笑的 基本上都还蛮正面的 尽量找到一个 正面表述的情绪 让对方感觉到 被支持 用意是好的 过度就比你虚假 不太适合了 像我看那个摔破碗的影片 我就立刻想到 我曾经有一次 在办公室中午 真便当的时候 因为我的便当是玻璃盒 把它从电锅里夹出来 它就滑出去了 有很可能 结果他刚刚好 完全upside down 然后整个翻过来了 哎呀 我整碗饭就是好 端端的被扣在地板上 玻璃碗完全没有破 是 这个也是很厉害 翻过来了 那怎么办呢 响的一声 然后就整碗饭扣在地上了 是 我当下的反应 其实是非常的惊慌 愣住了整个空白了 我的那个直觉反应 其实是来自我 从小摔破碗了 或者什么东西 掉在地上了 我是会立刻被骂的 对马上被轰一顿 不小心啊 一大堆就开始念了 我小时候真的曾经抱着全家人吃完饭的一叠碗要去厨房洗 是 结果最上面那个碗就掉下来了 是 然后他摔破的同时还割到了我的膝盖 其实我当下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立刻就被骂了 对马上慌了 就是啊 让他被骂了 叫你拿碗小心一点啊 就叫你不要拿那么多碗 你看吧 等我全部都把碗洗好之后 才发现 我的脚在流血 然后就默默的自己去拿药擦好 OK 帮贴起来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所以当我自己的饭 我已经是个上班族了 扣在地上的时候 我当下反应就是 还是会有一种恐惧 瞬间有一种吓 好像有什么吼叫声要传过来的 是 结果我的两个同事在旁边 他们是立刻冲过来 他们两个都讲了一模一样的同一句话 有没有受伤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都是先关心人 这个很棒的一个情绪表达 立刻就有人很快的 帮我把那碗饭铲起来了 拿一个薄薄的电板铲进去 把那个脏的就不要了 就这样翻过来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地方好像也没有多脏 所以我又继续吃它了 他拿了个电板插进去 这碗饭又回来了 又回复正常了 OK 这也是很有趣 马上哇 他们东西都真的很快 反应很好 我对那件事情印象深刻 就在于 哇 我得到的跟我原本预期的差好多 是 没有人责怪我说 怎么这么不小心 是 情绪得到正面的支持了 下榜哥身边有没有这种 很会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人 我觉得朋友之间其实多 所以上下两代 直属的概念的时候 常常会用习惯性的责备说 早就跟你讲 为什么那么不小心 平背之间 大部分给的都是比较支持的 帮忙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那里先说 为什么这样 可能大家彼此都有类似感觉 我们都难免会出包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大家比较会有 所以平背之间 其实还蛮多这样的类型的 在对到晚辈的时候 会不会又不由自主 有一种 嘖嘖嘖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的态度出来 我觉得这点就是要看 就是我们被累积了多少 所谓的情绪价值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你被支持了多少 其实你会也用同样的方式 去反过来对其他人 因为你知道别人也会有不舒服 是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检查 希望你已经很意识到 你不喜欢被 在那时候突然又被责备 其实没有人会 故意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相信 你在面对别人的时候 你比较同样会采取支持的角度 去 好没有事吧 你没有受伤 我相信这是你需要 因为我们有自省过的人 会比较理解 其实别人这一刻 需要的不是你跟他讲 问题在哪里 而是来我们可不可以帮忙 把问题解决掉 越长越大就会发现 我被喂养了什么 我就会反馈出什么 有的时候那并不是 我故意要做一个 负面的言行好的 那只是我在反射 我一直以来被对待的方式 甚至是不用经过大脑思考 就会直接反射出来的 一种语助词也好 或者是一个表情也好 真的是要靠着 不断的去意识到 去修正 去察觉我喜欢怎么样被对待 那我可不可以试着 这样子去对待别人 没错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 让我们来开箱 学生不小心弄丢了东西 他的老师 不只没有立刻开门 还立刻帮这个学生 找回他丢掉的东西 让我们来开箱 列王集下第四第六章 有一天 先知门徒告诉以丽莎老师说 他们觉得居住空间太小了 请老师准许他们去砍树 他们要多盖几间房屋来住 根据这个需求 我想象起来 先知门徒好像大学生住在宿舍 他们是不是都围绕着以丽莎老师居住 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史料 或者是考古确定的是 因为年代太久了 不过古代的里面 很多这些学生的门徒跟着老师 老师并没有义务帮他们准备住屋 所以他们可能要自己去搭建 或者是老师的附近 有一些棚子 有一些简单的住宿 可能会有 那他们也要自己去把它建造起来 这是很可能的方式 是不是环绕着 或者怎么样排列 这就比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了 总之他们是群体住在一起的 好像一个自己的简单的宿舍 因为他们其实不是一辈子跟老师走下去 他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学习 然后又回到他们的所在地 跟家人 或者跟他的乡里继续的服务 他们当地 真的很像寄宿学校的概念 没有错 里丽莎不只同意了 还跟着一群先知门徒一起去砍树 他们到了约旦河边 大家开始砍树砍树砍树 有一个先知门徒砍着砍着 斧头没抓牢 竟然脱手飞出去 普通掉进河里了 这个学生立刻就惊慌大喊说 怎么办 那把斧头是借来的 他们其实什么都是没有的 都到处跟你在借 这种惊慌是不是 该不会是很穷的那种穷学生 所以弄丢借来的斧头 要赔偿他 那可是很大的压力 对 他们可能真的也是如此 就是他没有另外额外多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突然 他现在要跑去跟乃曼要东西 他其实真的是管账管钱的 害怕说没有了 有人有需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会让他在这个信心上 会有一些变化的状态 可以见得他们其实生活的所需 按照那个状态都是很拮据的 当天有当天吃 然后靠着信心在等上 你另外供应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额外的能力 在偿还人家这个斧头 我小时候家里面的经济 一直都是比较小康的 不会有太多额外的钱 但也不会缺到基本生活需要 我记得如果我把衣服弄脏了 妈妈买来要给我上台领奖穿的 全套洋装 不小心 弄脏了 领子弄黑了 而且还怎么洗都洗不掉 立刻被骂死 对对对 会真的气死了 这个好不容易帮你有一件这么好衣服 还给我弄脏 经济不宽裕的时候会很容易让人 伸出那种下意识的责备态度 是因为他每一样的损失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比利沙完全没有骂他说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或者是说 哦那是你借来的哦 所以你要负责陪他哦 他跟门徒确认完 斧头落水落在哪里 就砍下了一根树枝 丢进水中 斧头头的那一边立刻就浮上水面了 是 我很好奇斧头的头到底是 木柄那一边还是金属那一边 习惯都会指上面的那一块 重的那一块的金属 哇 所以如果你留意 他说斧头的头浮起来 就不然是很不可思议 超级不合理 通常是你的尾端先浮上来 因为它是木头的 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它太重了沉在底下 但是它可以把它浮起来 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 我们只能说它真的是一个神机 违反自然律的模式 仿佛水中有妖怪 哦 你可以到我了 我帮你拿出来 我把它取起来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 竟然是刀刃浮在水面上 但是先知门徒好像也没有太惊讶 他就立刻用手一抓 把斧头拿起来了 光凭一根树枝 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科学原理 先知门徒好像见怪不怪 平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出现 用另外一角度来思考 是伊丽莎琪 她对她的学生的态度 也许没有那么的热情 可是她从来不会把学生事 当成别人的事 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就像你刚刚讲的情绪架成 某个程度是 我把它当成我自己的事来感受 所以她立刻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木头丢进去 她根本没有问说 你怎么会丢出去 或者是你掉在哪里 她说你掉了吗 好我帮你 这种感觉 就像你那个便当翻过来那一刻 它马上缠起来那个动作 我觉得那件事情是让学生知道说 老师会放在心上 而且老师有办法解决 而且老师还跟他们一起去砍树 并不是老师家需要扩建 是学生宿舍要扩建 没错 老人家大可以好好的坐在家里面 山峰乘凉 等学生砍完树 回来兼工就得了 是答应他们就够了 伊丽莎特别是她很 因为她的学生 跟这些贫困的人 辛苦的人走在一起 甚至一起做工 她还亲自跟学生一起去砍树 她真的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大家一起生活 他们也是一种很明确 那种师徒制的 真诚的生活在一起的 经历每一件事情的一个方式 另外还有一次 伊丽莎回到吉甲 教导先知门徒 当时候整个地区都正在闹饥荒 伊丽莎可能是联敏一群 坐在她面前听课的先知门徒 全都饿很久了 就叫仆人去煮一锅汤 大家一起喝 另一个人去田里摘菜 要来熬这锅汤 刚好看见一株野瓜藤 上面结满了瓜 他也不晓得那是什么瓜 已经饥荒这么久了 这么多的野瓜 刚好才来切一切 下锅煮了 大家可以冲击 原本要煮青菜汤的 就变成了野瓜汤 这锅野瓜汤熬好了 仆人咬给每个先知门徒 一人一碗 可是大家才刚开动没多久 立刻就有人大喊说 这锅瓜汤有毒 是糟糕完了 又是一个好焦虑的时刻 糟糕这么紧急 每个人都拿着一碗野瓜汤 到底吃还是不吃呢 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情 我真的会不太敢喊 因为我的体内 还是有一种反射动作 就是我如果喊了一个 出包的事情 就会有人来骂我 就是我的错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怎么可以报一坏消息 这样的乌鸦嘴 都是你害的 或者是就会有人被追究 我也不希望有人被追究 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踩了毒野瓜来 现场非常的平静 没有人被骂 没有人发脾气 但是立刻每个人都放下 手中的碗 没有人敢吃了 因为毕竟是有毒 就不能吃了 喊叫的人 还能够喊叫 显然这种毒 应该不是会立刻 口吐白沫的那一种毒 其实也有可能是 他们在成的过程上 就有人发现了 这个瓜他认得 可能刚好弄完 发现 这个瓜是有毒的 所以他也就 趁还没吃的时候 就停着手 也有可能吃的时候 舌头麻麻的 止舔了一点 立刻停下来 也有可能 毒素还没有太多 伊丽莎没有就责那些 事瓜不清 把毒瓜采回来的人 他叫人拿点面粉来 把面粉倒进 这锅野瓜汤里 可能嚼一嚼吧 我自己猜的 就把它倒进去 再重新再煮 然后加上一点面粉 仿佛神奇的巫婆汤 总之就是 当这锅汤再倒出来 给大家喝的时候 无论是瓜肉还是瓜汤 通通都没有毒了 又是一次很难理解 到底什么原理的神迹 这好像也算是 先知门徒 必须要学习的一堂课吗 我觉得对他们 当时的状况来讲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只有一部分的经典 就位于摩西五经等等 然后他们跟着 这个伊丽莎在学习 他们需要认识 很多上帝的大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所经历的 这些许多的事情 其实都一再一再 他们确定 他的上帝是超越 自然的规律的 打破很多 他们认为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上帝就可以完成 而且是超乎常理 比如说我们讲面粉 他们都知道面粉 没有几毒的功能 但是当伊丽莎用了面粉 上帝就使这锅 他们就成为无毒的 一个斧头掉下去 金属的人是沉下去的 为什么一个木头 就让他整个浮起来 其实都在打破 他们对整个自然的 一看到知道 上帝的能力 超乎这些自然的能力之上 可以重新对上帝 有新的人士 并且加深他们 对上帝的崇敬 区隔跟他 其他神明的差异性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是不是也仍然在理解 上帝其实超越 我们所以为的限制 是 其实我们为什么 要常去诵读圣经 理解里面的内容 就会让你看到 就会在当中 一直不断把神的超越 表达出来 到新约当中 你跟他上帝 怎么样去掌管 整个历史的痕迹 引导他们行动的痕迹 都在让我们打破 跟一般生命的差异性 免得我们把他归类 其中的一个神的一位 我们来拜这个神 罢了 这是差异很大的 不是靠任何的方式 来取悦上帝 然后获得他的帮助 而是上帝亲自的来帮助 这两个的差距性 把它弄开 他们才会明白说 原来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去用什么方法 而是他自己乐意的 来帮助我们 爱我们 引导我们走那对的路 而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也就是在这种 细微的生活小事当中 一次又一次去经历 信靠上帝 下一次面对 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自己说 上帝可以的 我要相信上帝 原来我们只是 这样的祷告 上帝也是可以垂直 那不是因为 我们的祷告很厉害 而是因为我的上帝 是一个乐意垂听 我们祷告的神 我有听过一个 70岁老奶奶 她找假牙的神迹 这神有趣 她整口活动是假牙 都是吃饭的时候 才带上去 用来吃饭 吃完饭就要拿下来刷牙 她的刷牙是要拿下来的 整块的一起刷的 所以她吃完饭的时候 就会先把假牙 先拿下来放在桌上 然后等到她收完碗筷 收完厨余 再回来的时候 怎么样都找不到假牙 在哪里 找不到找不到了 东翻洗澡 有没有压在报纸下 有没有压在哪里 还是我刚刚其实 已经拿去浴室了吗 到处找 都找不到 这个时候就想到 天哪 一副假牙 好贵 尤其是全口的那更贵了 她就只能呼喊 主啊 我的假牙在哪里 他说上帝就真的给她一个亮光 她的脑中就忽然 在厨余机里面 好险还没打碎 天哪 是 那个环保厨余机还没有开动 她立刻去把整桶厨余倒出来 翻啊翻 果然在里面 刚刚收厨余的时候 不小心把假牙当成厨余 包起来倒进去了 觉得很有趣 虽然我跟假牙 八竿子拿不着 但我也会觉得 哇好暖心哦 上帝照顾我们生活当中 最细微的需要 没错 还有一次 小小的审计是 有人送给以利沙 二十个大麦饼和一些麦穗 以利沙叫仆人分给先知门徒吃 他们的物资真的是不太丰富 是 但当时围绕在他身边 学习的先知门徒 有一百个人 那么多人 是 所以仆人就很纳闷的说 二十个饼跟这一把麦穗 够吃吗 以利沙说 你只管给大家吃吧 因为伊赫华如此说 他们必吃了 还有剩下的 仆人就把二十个饼跟麦穗 发下去 竟然所有人都吃饱了 饼和麦穗还有剩下 这个神迹跟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做过的五饼二鱼神迹 非常相似 五千人吃饱 三千人吃饱 五饼二鱼神迹非常有名 所以我们很少知道 其实旧约时期就已经有过 五饼二鱼的神迹了 那就是二十个饼喂饱了一百个人 今天一个人的食量大概可以吃得下 三五个饼都不成问题吧 更何况二十个饼要喂饱一百个人 其实也在让先知门徒能够知道 上帝关注他们的生存层次的需要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这些先知的门徒可以明白 真正会自语食物的 可以使他们丰富充足的来是上帝 所以他们也就不用担心 看到眼前的缺乏而害怕 所以这也是在当中 帮助这些门徒们 透过这个亲生的经历 能够见证这位上帝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要开箱一个非常大条的神迹 亚兰又想来侵略北国以色列了 亚兰王跟陈仆将领秘密商讨 要在某个地方埋伏 扎营 然后展开突击行动 没想到突击部队才刚抵达 那里就发现 以色列竟然加强了该区的军队部署 根本没有办法从那里突击以色列 回来禀报之后 亚兰王又召集陈仆商讨 另外一个突击点 当部队抵达当地之后 又发现 以色列军队竟然已经驻扎在那里 总是在那里等着他们 来回好几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亚兰王就生气的召集陈仆说 说你们当中是谁 走漏消息给以色列王 谁当了间谍 一个陈仆立刻禀报说 我主我王我们都没有 是以色列的先知 以利沙把王在卧室讲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 是 以利沙到时候是不是其实蛮有名的 有名到连亚兰军队参谋都知道他的名号 而且还知道他的能力 是其实以利亚跟以利沙 在美国服侍的环境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亚兰国是很重要的一个互动的对象 他曾经也去告亚兰王的过程 所以很多的战争 他们都经历到 透过以利沙从商得到的能力 去帮助了以色列的军队 那你刚刚讲说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以利沙能够成为这个情报的传递者呢 我们想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呢 他们对以利沙的认识 第二个 在所谓的以色列的宫廷里面 当然有他们的间谍 都可以知道以利沙去承报了什么消息 所以传回照说 为什么以利沙会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他们知道以利沙也是一个先知 是上帝会跟他说话的人 亚兰人不只知道以利沙会拦截军事机密 还知道以利沙现在人正在以色列的多滩 多滩大概位于 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的北方20公里处 我觉得从这种种他们承报的资讯 显然亚兰的军情能力比以色列好很多 甚至可能已经渗透了相当多 所以早就在他们准备要打仗的对象的里面 只是没有想到对方是没有这些间谍 却有另外一个比间谍还要厉害的一个能力 以利沙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队将领 她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军队指撑 但是敌军却可以对她的资讯辽弱指掌 接下来亚兰王就直接下令要捉拿这个以利沙了 战车马兵浩浩荡荡出发 当天晚上就抵达并且团团包围了多滩城 这简直就是长驱直入 多滩是以色列境内 亚兰大军如入无人之境 显然以色列的边防武力也非常的弱 可能这件事情是相对容许他们进行 也就是接下来发生这些事情 都是让他们故意可以去围绕以利沙的住家 好像这一路针对上如入无人之境 是不是在以色列这边 也是也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就让他们直接的到了这个地方 清晨天亮的时候 以利沙的仆人发现 整个多潭城被亚兰大军团团包围 他吓得赶紧报告以利沙 着急的说糟了糟了怎么办 好焦虑的时刻 以利沙再一次没有骂他 你这个小性的人啊 我想他可以理解仆人的心态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 他只能看到这一群军队 我们东方民族常常都是 从小被爸妈骂到大的 真的会比较容易胆怯好了 我说我们的个性 如果是那种比较软的 不是那种天生被骨的人 被骂久了常常都会气短 所以我也有些姐妹 她们刚信主的时候 读了圣经就觉得 哇上帝好可怕 然后动不动就觉得 完了上帝一定觉得我很小幸 完了上帝一定不喜欢我 开始先自己责备自己了 还是上帝都还没有骂人啊 我们要认真的去读 每一个属上帝的人都可以 像以利沙这样 不是先骂人 而是好好的关心彼此的需要 陪伴他们经历上帝的能力 以利沙没有骂仆人 她说的是 不要惧怕 因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同时她为仆人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开他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看见什么呢 仆人立刻就看见了 是 哇 他们所居住的山头 原来有一整圈 缭绕着火焰的战车战马 此时此刻正在护卫他们 好像护城河一样 对 而这群天使军队的数量 比亚兰大军多多了 所以以利沙说 与我们同在的比喻 他们同在的更多 是 这就是以利沙所说的 看见 对 相当于信心的看见 在这个过程上 你把那个所谓 信心的看见 把它实体化的概念 我们所盼望是 所不见的 那个意念 它把它显现出来 你们不见的是 真实存在 虽然你们看不见 它真的就在那里 不是肉眼的看见 也不是情绪的看见 是 我说我的身体记忆的 很多都是肉体的看见 跟情绪的看见 特别是恐惧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就会内化到 变成反射动作 对 我们把那个 其实根本不存在的 变成实相化了 在我们脑袋里面 可是上帝要帮助我们 是那些实体存在 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已经在胆怯当中了 还怎么样能够有一个 发自内心信心的看见 我们现在已经被 满满的肉眼 恐惧 被情绪 被情绪 是是是 我觉得那个其实 要真的是一种 不断的提醒 然后一直要想 上帝曾经怎么样带领我们 那上帝难道会 白白的做这么一件事 故意把一个危险 丢在我们眼前 然后让我们害怕到 要死要活的 然后他不理我们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他既然让我们看到 也会在当中 陪伴我们 给我们相应的能力 甚至让我们去经历到一个 我们从今没有想过 那真实的同在 你最近有曾经在 恐惧当中 好像忽然间被上帝 stop 然后转过来 变了另外一种想法吗 另外一种看见 也是会 像在这段时间 对一些病痛的感受 想法 会让你觉得 完蛋了 这怎么会发生在 而且你没有能力 去解决它 或处理它 甚至毫无招架之力 因为没有 没有方法可以告诉你 它可以怎么解决 那其实你的过程当中 你一边在想说 好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还能做什么 突然间就两手一车说 上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得想办法 这是上帝 你允许他发生的 我该怎么办 是 我目前做法 我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 主要谈在你眼前 说就是这样 那好咯 那我现在就过 我可以过的日子 做我可以做的事 我就相信你的护卫 你的引导在其中 你的计划也在你手中 那就按着你的计划去行 我就做我当做的事 当然会有反反复复的过程 可是常常在某些时候 突然冷静的下来说 好啊 众人都说它是不好的 但你是不是好的 是你决定 你最后做最终的决定 我也相信 按照你的应许 你说你要同在 那我就交给你了 那剩下我就不管了 我觉得我不敢说 我就已经都没问题了 但是我会发现 常常在那些很绝望 到快要到谷底的时候 突然翻身一想说 好啊 反正谷底也是你在一起 你来决定吧 你来做个处理吧 下凡哥还正在接受 一系列的医疗检查 是 也欢迎亲爱的朋友 为下凡哥祷告 是 谢谢大家 最终的结果 会有上帝的恩典保守的 我们也良心上帝 有自己的计划 但也求上帝 在那个困难的里面 其实就像那个仆人 他已经看到大女 他真的是会怕 若是可以帮助他 他可以看见 我相信他就更有把 我可以往前走 上帝允许我们会怕 比利沙也没有骂他的仆人 你怎么可以怕呢 没错 所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 就不要在那边硬撑着 我想要搞出个办法来 就不要硬想着该怎么办 因为可以不怎么办 就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中吧 我听过一个很可爱的形容 说什么叫做 把自己跟重担交在上帝手中 他说就好像 你身上扛着一个很大的背包 很重 你上了公车 你还要自己扛着吗 没错 好好的放在车上 他也会继续一起前进的 但我觉得我真的累了 这次就是累了 上帝知道他容许我们有疲累的时候 但是他知道 这次他会出手的时候 就交给他 亚兰王为了以利沙一个人 派出了千军万马 他真的非常看得起以利沙 把他视为好像敌军的国王等级 因为对他来讲 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 他可以理解一个君王 有的就是权力力量部队 很多的情报的安排 他可能就是地下的情报投资 他可能有很多扶兵在当中 相较之下 他们好像看不太起 以色列军队 所以千军万马 长驱直入 直达了小小多坛城 这场大战一触即发 而人类大军 队上了天使大军的结果 留待下回再来开箱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 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